今次當12月底知道這件事之後 很多人擔心會不會中共重蹈覆轍 經過非典或者沙漢市的事件之後 很明顯中國政府已經學到了 它沒有重蹈覆轍 其實武漢市委建委員會 已經在2019年10月31日 13點38分 發出了關於我市 我市即是武漢市 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 當時它是這樣寫的 近期部分醫療機構 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 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 市委建會已經接收報告之後 立即在全市醫療衛生機構展開 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的病例搜索 和回顧性調查 目前已經發現了有27個案例 其中7例病情嚴重 其餘病情穩定 可控有兩例病情好轉 已經準備在近期出院 然後描述症狀 病例的臨床表現主要是發燒 少數病人呼吸困難 空片情相費浸潤性病毒 目前所有病例已經隔離治療了 接觸者的追蹤調查和醫學觀察正在進行中 對華南海鮮城的衛生學調查和環境衛生處理 也正在進行中 即是說中國在那時候 已經立即開始做了反應 以他那種報喜不報憂的態度來面對這件事 變成了我們掌握的資訊不夠 事實上證明也確實是這樣 他用我們掌握的資訊不夠 可能是他的掌握的資訊不夠 就不一定是我們 我剛才跟大家看了 在2019年11月31日 武漢市已經將這件事公佈了出來 將當時知道的病例全部說出來 當然在那裏還在搜集中 有沒有其他病例 所以當然在這早期 他的資訊未必是百分之百知道的 我們如果要比較的話 我們一定要將整件事完了之後才比較 但是目前看來 我剛才已經出了一條片 大家已經和大家講了 在2009年那次的H1N1 DPM09那次 就在美國發生了疫症之後 搞到他自己本身死了一萬二千多人 而全球估計死亡人數會比這個數字高到幾倍 在這個情況下 到底中國政府負不責任呢 大家自己想想想 雖然他一月之後已經開始有些調整 但是現在國內已經有二萬人正式感染 死了三百多人 香港在這麼鄰近中國大陸 也有這麼頻密的來往 什麼叫及早封關呢 我這個很想知道 我不知道他想指 上香港政府什麼時候封關 在12月31號 武漢市發出警告之後 是不是應該在1月1號 立刻封關呢 我這個不知道 但是 我看到當時武漢市 也不知道這件事這麼嚴重 所以武漢市自己本身 也都沒有封城 封城是一直到1月23號才封城 原因很簡單的 一件這樣的新型病毒 需要時間發現 發現之後需要時間 去研究到底這個是不是新型的病毒 或是一個流行性的病毒 而和這個地方有關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如果過早 一個非常之極端的行為 譬如1月1號 香港說封關 你猜在香港造成的恐慌狀況 會是怎樣呢 今天香港沒有封關 但是已經被一些反對者 把香港嚇到鼻孔都沒有用 封城又搶了 口罩又搶了 連婦女用的衛生設備都搶了 這些人開始瘋狂 完全是沒有理會到 所以如果真的封關 那些物資不能夠來到香港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由1月1日開始封關到現在 香港什麼都吃光了 你怎麼可能生存下去 再加上政府又不肯及早封關 所以感染人數會上升 甚至出現死亡個案 似乎都是很難避免的事 終於今天很不幸有人因此而死亡 令人擔心的就是 到今天政府都不肯 作為一個較為全面的封關 那很多人會擔心 感染人數會隨著疫情的高峰期來到 會進步上升 去到2020年的2月1日 在美國因為流感死亡數目 已經超過一萬二千名 是不是香港應該想 所有在美國的交通都全部截斷 當然現在就是美國自己主動截斷了和香港的交通 但是回顧我們想回顧 到1月1日的時候 在美國已經死亡人數 已經超過了六千人 1月1日來計已經超過六千人 是不是在那時候 香港應該對美國所有的交通都要截斷 更加多人受感染 甚至有更多的死亡個案 似乎都很難避免 所以這個是最令人憂慮 很令人憤怒 我也覺得非常憤怒 為什麼沒有人提議 要將美國封關 不讓美國人來香港 當時來說美國的流金已經死了幾千人 提出封關這種呼聲已經幾個禮拜了 政府都是擠牙膏這樣做些做些 到現在醫護罷工他做多些少 但仍然保留著幾個口汗 美其明就說可以大幅的控制人流 但是今早已經即時見到一些中港穿梭巴士 就加開班次了 實際上呢 只要你有一個缺口位的話 人對腳是會走動的 而且事實上有些人會用整個交通方法 去進入香港 我覺得這種憂慮是會隨著今天出現這個死亡個案 會令香港人更加擔心 也會因為現在的發展 政府是不能夠滿足到醫護的期望 所以醫護的罷工也會產生一些影響 我會覺得整個社會的恐慌情緒 恐怕短期之內都不會排除到 香港現在的恐慌情緒 是不是真真正正應該恐慌的呢 是不是應該真的這麼害怕這個新型的肺炎病毒呢 在這麼多危害之中 有沒有比這個更加嚴重的危害 我們應該更加恐慌的呢 整件事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製造恐慌的那些人 就正正是這些所謂的博士 他們唯恐天下不亂 到底他為什麼我們真的不知道